37 衙門受辱 猶太的公會將耶穌定罪之後 仍然將他綁住 當作一個大囚犯 將他解到當時的羅馬巡婦 比拉多的衙門 他們要他將他們的 判決來執行 當時衙門很快就擠滿了人 在審判所的大門外面 有猶太公會的審判官 祭司、官長、長老 以及一群烏合之眾 那些流亡暴徒 四位也有衛兵在這裡守住 當耶穌被解到衙門的時候 這位羅馬巡婦比拉多 從他的訓房裡面 匆匆忙忙的被請出來 所以他就決定要將這件事重促辦理 他用很嚴厲的樣子 看看這個要受審問的囚犯是個怎樣的人 既然他這麼早就要請他起來辦理這件事 可能猶太人當中 仍然是一件重大的案件 給你多先看看那個看管耶穌的人 然後把他的視線銳利的目光轉到耶穌身上 他過去曾經審判過各式各樣的囚犯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好像這一個這麼良善風道的人 在耶穌的面上 他看不出絲毫犯罪的那種形跡 他又看不出什麼粗暴反抗的那種態度 他所看見的只是一個舉止安場 態度莊重的人 他的面貌一點都不像囚犯 只具有一種熟天的威儒和唐正的面容 耶穌這種風道 使得比拉多的心裡面都流落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印象 他曾經聽過耶穌的工作 他的妻子也曾經告訴過他 這一位在他面前的囚犯 是曾經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的加利利的先知 他曾經施行過很多的歧視 他回想幾方面聽來的消息 於是他就決定向猶太人追究這個控告這個囚犯的罪證 到底是什麼 他問他們說 這個人是誰 你們將他帶來做什麼呢 你們控告他什麼呢 猶太人一時將亡失措 他們明知自己不能夠證實耶穌犯罪 所以就不願意進行公開的審判 只好回答他叫做拿撒拉人耶穌 是一個迷惑人的 比拉多再問他們說 你們控告這個人什麼事呢 祭司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只是反問他說這個人如果不是作惡的 我們就不會把他交給你了 他們希望比拉多尊重他們的身份和地位 並且允許他們的請求 不必經過這麼多盤問的手續 他們只希望比拉多批准他們的判斷 那群祭司在想對於懦弱無能 三心兩意的比拉多 他們是這麼難回答他們的目的 過去比拉多曾經做過很多輕說的審判 執行死刑的命令 使得很多不歸死的人都處死過 在他的眼中一個猶太人的囚犯的性命 是無足輕重的 無論他有罪無罪都沒有關係 只是順從民意行死就算數 所以這一次祭司就利用他這種弱點 不必再經過詳細的審問耶穌 就一定可以將他處死的 尤其在猶太國的大節旗當中 順下人情答應他們是可以做的 但是在這個囚犯的身上 似乎有一種力量牽制著比拉多 使他不敢這樣做 他看穿了祭司的陰謀 所以他就決定在這個 簽署死刑的判決之前 要知道他們告耶穌到底是什麼事 而且想知道這件事 能不能夠可以證實他的罪名 比拉多對祭司說 如果你們的理由是充足的 為什麼帶這個囚犯到我這裡來呢 你們自己帶他去 按照你們的律法審問他就算了 比拉多這樣一逼 祭司就說他們已經定了他的罪 但是要比拉多核掌 他們的判斷才能夠發生效力 比拉多就問他們說 你們怎麼判決呢 他們回答是判了死刑 但是我們沒有執行死刑那種的判決 比拉多本來就不是一個公正的審判官 他雖然沒有多少的毅力 但是他仍然不敢糟蹋 這個他的權力 他不敢隨便答應這種的請求 於是祭司就進去兩難 他們不能夠讓比拉多知道耶穌那種的被捕下為了宗教的理由 他們必須證明耶穌 是違背這個國家的律法 有反患的行動 然後才可以把他當作政治犯來處理的 他們在絕境當中就找了幾個做假見證的人來幫忙 他們裝兇作勢的告耶穌說 我們聽到這個人誘惑各晚 禁止納粹給歸殺 而且說自己就是基督是王 但是這三條的罪名 都沒有一條是有根據的 他們為了達到目的 寧願犯了做假見證害人的罪 比拉多看穿了他們這種陰謀 因為耶穌是猶太人的權貴眼中丁 所以布置了兩個最嚴密的陰謀想要處理他 於是他轉過身來問耶穌說 你是不是猶太人的王呢 耶穌回答說 你講的對 他講的時候容光換佛 正希臨言 哥亞法和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 聽見耶穌的回答 就請比拉多注意 他說耶穌已經承認了他自己的罪 於是祭司文士官長 就大聲的喊叫 要求定他的死罪 眾人跟著他們又喊叫起來 比拉多一時心方意念 見耶穌對這些控告他的人 不作任何的申辯 就對他說 你看他們告你這麼多的事 你什麼都不能回答嗎 耶穌那時候 依然一言不答 那時候耶穌站在比拉多的後面 雖然聽見辱罵的話 但是他對於控告他一切的假見證 都沒有回答一聲 他雖然站在靜默無言 但是他的靜默等於是無言的特別 比拉多很稀奇耶穌那種風道 心裏面就想這個人 一點都不理睬所發生的事情 難道他真的不想救自己的生命嗎 他看見耶穌忍受侮辱、嘅笑 而毫無報復的心意 就覺得他不會像那些大吵大吶的人所說的那麼壞 比拉多希望從耶穌的口裏面 可以再得到一些真情 為了避開眾人的勸鬧 他就帶耶穌到一邊再問他說 你是不是猶太人的王呢 於是耶穌就問比拉多 他說這個話是你自己說 還是別人輪到我對你說的呢 意思就是這個問題是出於祭司的控告 還是出於你自己願意領受真光呢 比拉多明白他的意思 但是心裏面的驕傲 使他不肯低威 他就回答 他就回答耶穌說 我豈是猶太人呢 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將你交給我 你做了什麼事呢 耶穌說 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我的國如果屬於這個世界 我的神復就必要來為我爭戰 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 只是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比拉多就對他說 這樣啊 你是不是王呢 耶穌回答說 你講我是王 我為此而生 也為此而來到世界 我為了真理做見證 凡屬真理的人 就聽我的話 比拉多 比拉多有明白真理的願望 但是他心裏面煩亂 他熱切地接受了教主的話 他心中極願意知道真理到底是什麼 怎樣才能得到真理 於是他問耶穌說 真理是什麼呢 但是他沒有等到耶穌的回答 因為外面那些圈蛙使得他想起當前的吉木 因為祭司們大聲的喊叫 要他採取綠克的行動 於是他只好出去 向著猶太人宣佈說 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 這句話 出於一個不相信上帝的法官的口裡 對於那些控告耶穌的以色列的官長 以及那些奸詐的虛偽的人群 那是一個嚴厲的譴測 祭司和長老們聽見彼拉多的話 就非常失望 他們大聲的恐嚇彼拉多 用羅馬政府的那種責罵來威脅他 他們認為耶穌既然已經犯了 背負羅馬皇帝該殺的罪 彼拉多沒有理由不予以執行 這時候群眾受人 慫恿了大聲拋割 祭司又加言加噪的話 他慫恿百姓 在猶太遍地傳道 在加利利一直到這裏 但是彼拉多仍然沒有定耶穌的罪的意思 本來他可以把耶穌釋放的 但是又怕得罪猶太人 於是他就輸上一條脫身之計 他聽說耶穌是從加利利那裏來的 就決定將他送到希律王那裏 希律那個時候是加利利的首長 他是加利利的省長 剛剛因為過節在耶路撒冷 比拉多信用這一個辦法 來將答應推在希律的身上 同時又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來化解他和希律之間 原來有那種的縮遠 於是就將耶穌交給士兵 在暴徒的機笑和辱罵之下 被解到希律王那裏去 希律王一見到耶穌就非常之歡喜 因為他曾經聽過他所行的事 但是未曾見過其人 他想耶穌在他面前 如果行一件神跡給他看就好了 對於這個 雙手軟滿了殺害斯仔浴漢的鮮血暴君 耶穌一於對他一言不響 始終保持沉默 希律再三的施展他那種威不利友的方法 依然得得要領 於是就藐視的 這樣對耶穌 他的兵兵就棄弄耶穌 被他穿上華麗的衣服 對他任意侮辱 希律雖然心如鐵石 但是仍不敢批准耶穌的罪案 他為了要逃避這個可怕的責任 於是又將耶穌再送到羅馬尊虎比拉多那裏 比拉多看見耶穌又被送回來 於是就大失所望 他向猶太人聲明說 他已經審問過耶穌查不出他有什麼罪 他說給他們聽 他們所告他的罪狀都是不能夠用來做為處死的證據 於是他向大家建議說 我將他扎打 將他釋放就算了 其實他既然承認耶穌是沒有罪的 就應當馬上釋放他 為什麼還要扎打他 可見他是一個為了以暴徒妥協 而不惜犧牲公理和公義的人 當時群眾就撿著他這個弱點 大聲向他哭叫 他們要這個囚犯的聖命 比拉多如果實行公正的事 就不會受猶太人那種左右 就算基督至終也會被人處死 但是那個罪責應該不會落在他的身上 比拉多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 有人送了一張紙條來 原來就是他的妻子寫來的 他說這個二人的事你最好不要管 因為我今天在夢裡面為他受了很多福 比拉多面如死灰 自己的矛盾加上群眾的大吵大鬧 使他馬上要取出一個決定 當時他心生一計想到猶太人有個風俗 即是在如意節的時候 可以為他們釋放一個罪犯 於是就找出一個窮凶極惡 罪大惡極的死囚巴拉巴出來 叫他站在耶穌的身邊 讓他跟耶穌比較一下 使民眾任意選擇其一 他問他們說 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呢 是巴拉巴還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 祭司門在後面竟然慫恿暴徒 喊叫說釋放巴拉巴給我們 除掉這個人 於是比拉多問他們說 這樣啊 那個稱為基督的耶穌 我怎麼扮他呢 於是聲勢洶洶的群眾 勞巧起來說 將幾釘十字架 比拉多一著問群眾說 為什麼呢 他做了什麼惡事呢 而且再三地向大眾宣布說 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例 所以我要扎打他 將他釋放 眾人一聽說要釋放他 就更加大聲的呼喊 要將他釘十字架 要釘十字架 羅馬人的邊打叫做半死 通常是獸刑的人 盛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 才會停手 行刑的人 是受過專門的訓練 手鍊的邊是用皮造成的 中間夾著玻璃碎 和圓塊 以及尖銳的碎骨 當那個邊落在人的身上的時候 就將肌肉割成一個長條 很多人受鞭打之後 變成瘋狂 甚至死去的 於是有人就將耶穌的衣服 脫出去 將他綁在柱上面 然後捱受鞭打 馬上就皮靠血落 比拉多以為 藉著這樣可以引起百姓那種測隱之心 但是他們無動於衝 他們將耶穌鞭打之後 尋虎的兵又將耶穌帶到衙門 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到他那裡 給他穿上一件珠紅色的衣袍 又用驚激騙了一頂棺面 很粗暴地帶在他的頭上 拿一條奴尾放在他的手裡 跪下在他面前 氣弄他說 恭喜猶太人的王 油吐口水在他的面上 有個人搶了他的奴尾 打在他的頭上 以至驚激刺入他的傷殯 鮮血滿了一面 一直流到他的鬍鬚上 比拉多又將耶穌帶到眾人的面前 希望他們看見耶穌已經受救了 就可以釋放他了 但是眾人依然不肯大憂 於是比拉多又再問耶穌一些問題 但是依然找不出可以釘十字架的理由 他就一再建議要釋放耶穌 但是猶太人 你如果釋放這個人 就不是該殺的忠神 但他不釋放 比拉多 見多講了沒有用 他就深深一計 就拿一盆水來 在眾人面前洗手說 流這個異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們自己成當吧 當時眾人回答 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這個可怕的叫聲 是達到上帝的面前 在四十年之後 耶路撒冷城毀滅的時候 就悲慘的應驗了 猶太人被殺的超過百萬 而且在猶太民族 自從耶穌釘死之後 一千八百多年來 在世界上各地漂流 也受盡了很多悲慘的對待 足足應驗了那句話 比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猶太人受過納粹黨人的無情殺害 據說也有幾百萬人 直到今天 雖然猶太人 已經在巴勒斯坦 建立他獨立的國家 但他流血的苦難 似乎還未曾有止息過 凡是對子孫有不好報應的事 最好都要避免不好做 因為報應的事 是準確不爽的 猶太人所說的那句話 在將來的審判大日的時候 也都會悲慘的應驗 因為當耶穌再來的時候 人所看見的主義 不是再被暴徒所包圍 遍體淪傷的一個仇犯 那時候他們要看見的 乃是天上的君王 耶穌要在榮耀當中 帶著千千萬萬的天使降臨 那時候他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面 萬民都要對坐在他面前 那時候連當日 刺他污辱他的人都要看見他 一切羈笑 侮辱鞭打他的人 都要受到審判的報應 因為耶穌藉著他的仕途 曾經寫了這樣的一個話 他說看啊我必快來 想佛在我 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親愛的朋友 耶穌在世界上 所受的一切的痛苦 原來是我們犯罪的世人 所應當受的 祂是為了你和我 被無情 鞭打 氣冷 侮辱 傷害 最後被無辜的釘一十字架上 我們對於這一種的恩典 應當有怎樣的反應呢 讓我們一同祈禱 親愛的天父上帝 當我們想到耶穌所受的那種鞭打 本來是我們應當受的 祂問我們所受的一切的痛苦 是為了使得我們的罪 可以得到赦免 得到醫治 我們的心是充滿感激 求祂幫我們 可以 因為 接受耶穌 祂這種為我們受苦受難的恩惠 就使得我們可以得到尊貴和名謠 求祂使我們心裏 時尚感激祂這種大愛 使我們一生一世 都能夠報答祂這種的恩典 來做祂中心的兒女 以祂那種博愛維壞的精神 去代代世界上的人 使我們更加愛祂 來報答祂這種的心恩 奉舊教主的命求 阿門 我要來報答祂 希望你會把祂中心想 我會去祂中心 做祂中心 我會去祂中心